歡迎收看與你轉圈圈 大家好 我是小雨 宋聶宇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我很喜歡的歌 也是我寫的歌 可是它沒有在我的專輯裡面 它收錄在2016年ERICA的專輯裡面的一首主打歌 《當一個天使的憂寵》 今天一樣會有三個非常不同的版本 第一個版本 忽大忽小 當一個天使的憂寵 第二個版本 當一個合唱團的天使的憂寵 第三個版本 原創版本的 當一個天使的憂寵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三個不同的版本吧 首先 第一個版本 忽大忽小 當一個天使的憂寵 來 一個天使的憂寵 去承受 大聲一點點 好 當天使選擇了守候 卻期待被識破 來 再小聲一點點 好 小聲一點點 來 我 不得不沉默 不得不沉默 我 開口就會累了 同學我們今天先到這 老師辛苦了 接下來第二個版本 當一個合唱團的天使的憂寵 製作詞 製作詞 不得不沉默 開口就會淚流 淚流 然後 墜落 我太喜歡這個版本了 這個版本就是有天使的感覺 純潔 神聖 莊圓 你覺得呢 覺得還好是不是 那沒有問題 接下來第三個版本 原創的當一個天使的憂愁 天使選擇了守候 卻期待被 識破 我不得不沉默 Baby 我不得不沉默 開口就會淚流 淚流 oh yes 然後 oh yes 碎落 碎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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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尤其聽起來特別圓圓創創 如果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請讓更多人看見 要不然 我們下次見 我太喜歡這個版本了 我覺得很有天使的感覺 神聖 神聖 你們喜歡嗎 我個人很喜歡 尤其特別聽起來 尤其聽起來特別 忽大忽小當一個天使 忽大忽小的當一個 忽大忽小當一個天使的憂愁 第一個版本 當一個 忽大忽AP dens i